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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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豪 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中国信托环游美国运通卡 正式的介绍来咯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豪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信用卡 前一阵子我刚好收到这张 中国新国的环游美国运通卡的卡片 其实它是已经使用了大概六七年 它重新换卡给我 因为有效期间到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就想说 这张卡片我真的很久没有用它了 它现在又寄续卡给我 我就想说来研究一下 它的权益到底怎么样 我们就做一集节目跟大家聊聊 它的活动期间是2024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因为它其实不太变动 所以基本上下半年跟上半年的权益差不多 它现在最主要的权益 就是你只要拿它来刷保费 有1.68%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所以这张卡片如果你身上有一些保费 保单要缴交的话 能够使用美国运通卡来缴交的话 用这张卡片1.68%的确是目前市场上算是高标的 因为以前有2% 2.5%什么的 就后来其实这些卡片都慢慢收掉了 所以就好像变成要来缴交保费的话 你也没有多少选择了 所以它是亮点还不错 这是一大亮点 第二它是量饭超市餐厅可以有1%的现金回馈 你可以想一下 其实你如果去量饭店或者是你去餐厅吃饭 那么1%回馈的你来讲多 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好 因为你手边应该有1.5%到2%以上的卡片 比如说永风大户卡 你就直接刷就有2%回馈了 那你又何必使用这张卡片只有一%呢 所以它这个1%其实不是很有吸引力 那它写的量饭超市就蛮有趣的 因为像大润发或者是家乐福 它其实可以刷美国运通卡 所以这张卡片拿得到1%没有问题 但是全联没有 因为全联它基本上它是超市 但是它没有跟美国运通签约 所以你的美国运通卡在那边是不能够结账的 所以你也吃不到这个1%回馈 所以它就有排除掉像全联这样子的通路 如果你的主力是在全联买菜 那它就不适用了 那还有什么 像其他产业跟国外消费有0.6%现金回馈 但你要注意 因为海外交易会收1.5%交易手续费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会倒亏的 所以这张卡片来做海外交易是绝对不划算的 尤其是美国运通卡是收的交易手续费是2% 所以你这样扣一扣 你可能要倒付1.4%出去 那就不划算了 如果你把它拿来买 像机票或者是全额的旅行社的消费 你还可以想要2000万的旅行平安保险保障 这个是可能唯一还OK的部分 现在有什么新卡里 就是合卡的30日起刷888送200刷卡机 所以很多的中国信托卡 它其实只要是旧户加办卡片 通常都刷888可以拿个200的点数 或是200的刷卡机 所以这点算是还不错 所以旧户的话 你整个中国信托卡就是40张卡片 办一轮下来 你可能就可以拿到很多刷卡机 但是你每一张卡都要刷888 那它现在有一个满额力的部分 是合卡60日内刷30万 就会送1800刷卡机 加上你如果是刷保险通路有1.68% 所以哈布隆隆三双算下来 你可以拿到2.3%现金回馈 所以它的广告文学里面讲到说 拿来刷保费有最高2.3% 它是这样子算出来的 但如果你本身没有在近期 有做这种大额保费的消费的话 其实这个2.3%你是看得到吃不到 如果你是拿来刷什么其他通路的话 什么量饭超市或餐厅 你也了不起就拿到1% 再加上它额外的这个1800的刷卡机 所以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所以这个呢 是你自己需要去注意的部分 那它的年费是多少 它每一张卡片的年费是600 不论征服卡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申办手年免年费 那你只要拿这张卡片 年年刷6000 年年就免年费 那依我个人的经验呢 它几乎没有出年费 它如果出年费的话呢 就是透过他们的 比如说客服 或者是他们的电话系统 就可以直接把年费取消掉 所以这个你倒是不用担心 像美国运通跟中国信托联名发行的 这个环游美国运通卡 跟美国运通本家自己发行的卡片 差在哪里 我跟你讲差别可大了 因为这张卡片是免年费的 所以它什么优惠都没有 就是像屁一样 但如果你是正宗的 台湾美国运通发行的卡片呢 它的福利就好很多 比如说你喜欢去住宿 国内就有3300一个晚上的 这个饭店选择 但是呢你可能要提早预定 因为如果你是三天前预定 通常都是额满的状态 所以你要提早做旅游规划 那海外的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FHR 就是你只要是大白或是长白的等级 你都可以去做这个奢华定房的预定 那你就可以享有 比如说提前入住 然后保证4点延迟退房 等于是你最后退房那天 你还可以多晚一点 那还有就是每天都有提供双人早餐 然后100美金的这个餐饮用餐额度等等 所以这些福利呢 其实如果你以现金去折算出来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不少 你可以在本来就要做这个消费的前提之下呢 使用这个服务你可以省下比较多钱 但如果你本身呢 还在累积财富的阶段 那甚至比如说你有上有老下有小 你还在支付房贷 其实这些卡片我建议你就尽量少碰 因为它是一个花钱的卡片 光是年费可能就36000%喷出去 那你为了要就是吃回本住回本 你可能又要再多花钱去住宿旅游 那对你来讲其实是相对不划算的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存到钱 然后你要把钱花掉了 所以这种卡片是非常适合 就是你本身已经累积到一定的资产 然后你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旅游品质 而去使用这个卡片 毕竟一般人其实平常吃个中餐 晚餐吃个便当 了不起100 120就可以解决了 那你要去吃一个五星期饭店的餐厅 然后就算是两人五折好了 你吃下来也要2500到3000块 那这不是脱骨子饭屁吗 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去吃 尽管他可以帮你省很多钱 但是钱也不是这样子花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思考一下 你本身的生活消费习惯 跟这张卡片提出来的优惠福利 是否相符 相符的话你就可以去申办 这个是我个人的见解 那我自己本身 不敢说我自己已经财富自由 但是这张卡片的确带给我蛮多优惠 然后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 所以我使用美国运通签帐白金卡 已经用了三年 就是缴交了三次的36800年费 所以已经缴了将近10万块给美国运通了 但是我从美国运通手上拿回来的就更多了 比如说去年开始的白金美赚活动 国内5000海外5000 这样是不是一年就吃掉1万块的刷卡金 是免费的 那今年也有 所以我总共就省下了2万 那甚至我几乎每周都会去吃 这个两人五折的饭店的这个餐厅 这五星美赚的部分 其实你多吃就多省下来 也不要说多省下来 就是如果你有去用到这个优惠 那你就可以省下一半的钱 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的意思 这是你自己可以去把握的 那我自己因为常吃的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省的 那有的时候在国内旅游的时候 会使用他的这个优惠方案 比如说桃园大西利富威士丁 他有一个方案 就是你去住宿 然后用基本房型的价格 他会给你一个按摩房 那这个按摩房里面 他就是空间很大 然后你也可以预约按摩 那甚至 他可以让你在里面干嘛 外面有个小池子 我印象中有生 大概两年前去住的吧 蛮有趣的 就疫情期间不能出国 所以我就预约这个房型 大概一万四到一万五 但是呢 在里面呢 你就是非常的cozy放松 那如果你是喜欢按摩的人 尤其是女生的部分 你可以跟他们预约按摩的服务 然后他们就会到你的房间 你的房间就会有一个section 有一个空间是 让那些方条师帮你按摩的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服务 那按摩不然也有九折折扣 就是可以去同时预约这样子 所以这个可以透过 美国运通的服务来去预约这个房型 其实那个房型应该是 里面算是很大很大的房型 我就觉得很爽 那你从旁边啊 他的侧门后门上来之后呢 他就是外面的游泳池跟公共区域 但是还是可以稍微有点隐私 所以我觉得美国运通 他所提供的这些游会服务 其实你只要会用的话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非常的不错 那来总结一下 其实在台湾啊 美国运通卡能够使用的通路 真的非常的有限 而且呢 这就是网路上大家一直诟病 就是通路根本就不广 很多地方都不能刷卡 只能够刷Visa Master跟JCB 那美国运通的话 基本上就是感觉起来 就是怎么问 怎么刷都没有通路 就很难用 那这个呢 我完全不否认 因为他真的通路非常的少 而且他们 感觉上不是很积极的在推广 也许是因为他的刷卡 交易手续费收的太高了 所以很多的商家 不愿意签进去 但是反过来 如果他有优惠的地方 你再把它拿出来用 其实你就免除了这个困扰 比如说我就只会 把它拿来干嘛 比如说吃饭 然后饭店定房的住宿 这个我会去用到 那甚至有一些奢华定房的部分 会去使用到他 我只会用这些地方而已 或者是他的 在地好店的优惠活动 他有去签特约契约的部分 那满888可以折100 或者最高21%刷卡金的部分 你可以拿来使用 或者是礼拜五 每个礼拜五 你只要拿他在 比如说什么加勒服实体通路 或者是在PC Home Momo等通路刷2000 就有100刷卡金 大白每一个月可以拿4次 所以你每个礼拜五都可以刷2000 这样就可以多赚100 就是5%回馈 那小白的话就是 每个月可以挑两个礼拜做这个 就是最高就是可以拿两次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 大家可以去好好把握的部分 那针对他有优惠的通路去使用 其实你就不会有那种 怎么刷都刷不过的困扰 因为我说真的 美国运通卡真的不是万用卡 它就是通路很少 所以我只会在有优惠的时候拿出来用 那剩下的时间也干嘛 就刷我自己的主力卡 比如说你的主力卡是 现金回馈卡 你就拿你那张什么 大户卡出来用就好 那我的主力卡是旅人卡 我就拿旅人卡出来刷就好了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那为什么一定要就是 把你自己逼死 就是一定要使用 美国运通卡走透透 这个没有这回事 因为美国运通卡本来就不好用 但是你只要善用这些 发卡机构 然后这些信用卡公司 所提供的优惠 其实你是可以省下钱的 那你会好奇说 美国运通干嘛 每个人都这样玩 然后他们就亏死了 我跟你讲 这就是80 20法则 只有20%的人 会把这些优惠用好用 剩下80%的 都是乖乖缴年费 然后不太用优惠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美国运通就可以喘息了 对不对 他就有钱可以支付什么 他们自己的房租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人事费用 对不对 那还可以举办活动来 就是回馈所有的 他们的这些卡友 所以以这种心得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 他就是活得下去嘛 那越来越多人使用 越来越多人缴交年费 越来越多人使用他们的卡片 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每年收取的年费 都是好几亿 好几十亿在算的 所以这其实 大家不用替他们担心 你只要像我一样 把他们的卡片办下来 然后用好用满 吃好吃满 只要不吃亏 我觉得都是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 资讯栏的讯息 就可以赶快来一张 美国运动卡 而且是要正宗的 美国运动卡 你不要去办到 什么中国信 或是永风巴的 这些美国运动卡 就是什么屁都没有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 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一个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